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近期优酷官宣36档综艺节目 其中就有这 就是街舞期 随着节目官宣回归 网友开始期待这一季队长阵容 有网友评论 这就是街舞第七季应该提上日程了吧 想念恒星制造战队 更想念丁程鑫队长 希望导演组立刻安排 还有网友希望节目早点开播 想看双王 吉王一博队长 王嘉尔队长 网友提到恒星制造 没看过这 就是街舞的网友可能不大了解 恒星制造是丁程鑫的战队名 该战队由丁程鑫担任队长 后续比赛也会围绕着战队展开 六季节目中除了第五季 其余都安排队长组建了战队 丁程鑫首次参加这 就是街舞三位队长中 他的年龄最小 但他对规则理解透彻 帮助战队累积优势 恒星制造队员也很给力 战队的POPINC 拿到这就是街舞第六季冠军 恒星制造也是冠军战队 关于这就是街舞七队长阵容 除了丁程鑫 王一博王家尔的呼声也很高 王一博王家尔都担任过这 就是街舞队长 两人共同担任过第三季队长 并且都喜欢HIPHOP 有趣的是 王一博战队的杨凯夺得第三季冠军 王家尔战队的小巢获得亚军 王一博王家尔的眼光独到 舞蹈水平也很高 王一博连续担任三季节目队长 两次率队夺冠 王家尔只参加过第三季 但是他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尽管在舞蹈领域 很多选手都是王家尔的前辈 但王家尔却懂得如何激发他们的潜力 不愧导师称号 王一博自从参加着 就是街舞 每一季都有他的身影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五季担任常驻队长 第六季在总决赛亮相 搭档Tioka Mica带来队长大秀 他的回归让第六季总决赛的收视率 话题讨论量得到保障 这就是街舞七官宣回归 队长阵容尚未揭晓 网友想看到王一博 王家尔 丁程鑫的回归 关于队长阵容 导演陆维有什么计划呢 王晨晨编剧询问陆维导演 第七季会有那谁呢 当时陆维表示还在约 两人都未透露姓名 不过也可以猜测 能够引起编剧跟导演如此关注的队长 肯定是名气与实力并存 至于其他队长人选 陆维则表示 很多人报名想当着 就是街舞七队长 但是具体的队长阵容 还得看最后的结果 制作一档综艺节目 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很多明星退出 不是节目组没邀请 而是档期有冲突 目前第七季官宣回归 希望队长阵容早日揭晓 节目也早日定档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 请不吝点赞订阅 Walter a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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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